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当诈七集团旗下车手,假冒检警到处骗,不要以为都不用骇,当心挨告被求偿,连累父母三年前五姓少年等人假冒检警人员,诈骗高雄一名检姓女子485万元,检警事后逮捕五姓少年等四名涉案居款车手。 刑则部分,四人一审分别被判刑一年多,但检女另提民事诉讼求偿,并要求涉案少年父亲也需付连带赔偿责任或胜诉,高雄地院民庭判判五姓少年等车手,及五父等五人需连带赔偿检女485万元。 可上诉,检女提告指出,诈骑集团某成员自称一大医院护理师,于104年11月1日12时许,拨打电话向他扬称,健保卡遭冒用云云,并假意帮原告转接自称刑是真二对警员的林姓警官,台北地检署的无姓检察官,向他扬称,因涉嫌一起诈骑事件,检察官会派人收取其现金监管。 以调查是否与诈骗集团勾结云云,先后五度池北造之台北地检署收据向他拿走存款,共485万元。 高雄地院认为检女求偿有理,五姓少年虽便称他只当两次车手为抗辩,但法官认为并不因此减损其损害负赔偿之责任。 仍判五姓少年等涉案四车手及五妇应连带赔偿减女485万元。 可上诉。